天团5月天金月陷入假唱怡云 被大陆音乐网红麦田农夫踢爆 在演唱会上有部分歌曲是对嘴 此话题不只引爆网友讨论 甚至连中国官方都开始展开调查 面对事件不断延烧 主唱阿信也选在48岁生日这天 发出签字文回击 没想到缺音用词让台湾网友失望了 6日阿信在社群有感而发泄下 每一场每一声都来自于 与我依赖了24年的嗓子 除了真唱否则没有其他感动你的方式 他也很期待巴黎演唱会的直播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见证与感受 这份100%的热情与热力 以前会越过半个地球说服你感动你 天文曝光后虽然感动了不少人 但也有网友抓出阿信在文章中 使用了中国常见用词高考和顶流 风采他这篇文就是写给中国人看的 直呼把我对前年内容的感动打回原形 他的年代是联考 现在叫直考 高考就是那边的用语 不过也有理智网友呼吁 别抓这几个字放大审查 搞得好像台湾也有文字欲一样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争议顺利落幕啊